李师傅 李师傅好 您在这本新书 养心日月谈里面提到 企业精神 所谓的伤道 君子爱才取之有道 到底什么是伤道呢 我们讲这个伤道伤道 我们中国古人 就讲得很清楚 伤 一则以伤良 一则以伤意 一则以伤严 于是呢 就自然地走在伤道上 就走在道上 那为什么讲伤良伤良 就是不管干什么 都要伤良 随时随地都要商量 遇到问题 就得商量 那商量的目的是什么呢 一定要有商议 商议就是 不管是任何一个议题 都要有定案 都要有答案 都要有其结果 那再过来就是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商言 就是从商 除了在商道里面下功夫以外 要不断地 要能够研发 要能够发明 要有文创 然后这个商呢 才能够持续下去 就是说 讲得简单一点 一个商量 一个商议 一个商言 于是呢 就形成了整个的商道了 谢谢李师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